今次介绍比较冷满的日本四国 四国我去了六日 去了乡村 小豆岛 德岛 高知三个远的地方 今次一年21集 跟大家分享我在四国的景点 美食 手信 租车的工略 立刻带大家去看我的日本四国之旅的工略 去年开始 可以由香港直航飞去四国的高重 其实已经方便了很多 航班也不太多 所以记得要看巴士的时间表 到了高重的机场 我们要看时间表去乘搭这架 Shuttle Shuttle就是这架 我们其实乘搭Shuttle之前 要买票 买票就是在里面买票 750日圆一位 我们去丁库丁 去酒店等 你是自助售票机做买的 刚才我拍的位置 自助售票机 可以买的 如果去到高重站 就贵一点点 哦 我会 终于下车了 乘搭了半个钟 30分钟车 我家酒店其实很近 我从冰库丁到落 其实我家酒店就到了 高重东吉 这间酒店 是不是很近呢 这间就是高重东吉的酒店 的房间 那其实那个空间呢 如果你说市区 都不算是小的 有张伤人床 有些梳妆镜 都够用的 那这个拖鞋呢 其实它现在呢 都还有这个 子拖鞋 其实我不太习惯穿这些 虽然不是很环保 但我觉得卫生器件 我喜欢穿这些 那这个厕所呢 就是这样的 都不过不失 不是说真的很大 那是小的 有些 有些 哎呀 sorry 很差点 有些 洗澡的东西 对 是shadow的 对 本来这个就是 洗澡的空间 这个呢 就是 酒店的早餐 有些 很可怕 很好 有些食物 还要吃 好 有些沙拉 还有点面 面包 还要吃 什么 有些鱼 有些鱼 還有冬 雞蛋 我覺得早餐和格局很舒服很美 這就是餐廳的環境 但我又覺得食物有點失望 其實是標準的 不是很驚喜、很美味 這樣吧 還有這個 梳麵湯 梳麵湯也不錯 這個梳麵湯也不錯 也是飯 吃早餐 其實如果早餐 要... 早餐 另外要... 我就是連包裝買的 如果要買的 其實有1342日圓 這個就是淡獵 淡獵 所以我就住 4至12樓就是房間 接著我們吃 舖票就是一樓 早餐一樓 接著就是 Reception大堂 這間酒店的地方都很方便 它可以近遠歸町 和冰府町 可以去逛街吃東西 至於我去租車的Toyota 都是走5至10分鐘就到了 所以它那個位置都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是網站Expedia 預約這間酒店 所以只知道港幣多少錢 這是2017年3月的參考價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我會介紹在高松吃到的美食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下次再見 拜拜